如何看待Java在云原生的一个发展 因为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在出来 然后都标本自己说了就是取代Java的 但是我觉得Java也好 Go也好 包括Dotnet也好 其实技术是相通的 我不知道三位老师有什么高见 首先是像刚才说的路径依赖这个问题 肯定是说比如说公司或团队之前都是用Java 那新的项目肯定是用Java是一个天然的事情 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是坑最少的 因为你贸然选择一个新的技术 那肯定是会有很多你想不到的坑在那边等着 所以说对于大部分的业务系统 比如说像我刚才说到的 比如说你这个项目对于这种容器的镜像的大小 包括说启动速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那其实用Java开发仍然是比较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说真的你考虑到你的微服务的模块 确实对于那些要求很高的话 不需要再去用Java 因为一旦用Java的话 后边可能会推导重来用Go去写的话 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 比如说咱们微软的Dotnet 它虽然说也是被贡献给Dotnet基金会了 但最大的支持还是微软 所以说微软对于整个Dotnet的技术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 因此它可以随着技术的发展可以有非常大的这个变化 可以有这种壮士断腕的变化 比如说像这个Python 它从Python2到Python3 它是一个不兼容的升级 所以说它可以抛掉很多的历史包袱 那Dotnet从这个Dotnet framework到Dotnet call 它也是一个壮士断腕的 不兼容旧的Dotnet framework 为了云原生时代重新搞了一个Dotnet call 那其实我感觉现在Java面临着很多的这个在云原生时代不适应 都是因为舍不得之前累积的那些东西 那其实完全我如果说给这个Java提一件 当然现在Java没有任何一个公司控制Java 这其实Java最大的一个困境 就是说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够说了算 大家都跟着走 就各玩各的 所以说慢慢其实已经像 以前安卓一样走向分裂了 如果说现在有一家公司能够统领Java 继续往前走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像这个Python 像这个Dotnet一样钻石断腕 之前的就之前了 我可以新搞一个叫Java call 然后完全大部分的知识可以继承 让以前的开发人员能够迅速的切换到新的Java call上 但是很多底层的东西推倒重来 这是我如果说给这个建议的话 应该是这样可能会更合适一些 我想问问三位专家 现有的Java架构里面 对于行业像云端迁移还有什么困难 因为这个Spring Cloud 一开始去接触的时候 你会发现完全颠覆了 以前很多的这个开发者 对于这个Java开发这个认知 以前就认为Java的这个门槛很高 但是接触了这个Spring Boot Spring Cloud 就会发现 它的这个门槛 对于开发人员的要求 已经低了很多了 但是我感觉还不够 因为这种基于云渊生的这种应用 它的理想的状态就是 业务人员只要关系写这个业务代码就可以了 其他的很多的技术的这个细节 都不需要他们去管了 都是由一个云平台来负责的 但是这个像Spring Cloud 这个层面的 还是有需要很多的开发者 去关注这些事情的 所以说 因为我这个Spring Cloud的Error 没有去接触过 就说我梦想中的这样一个 Spring Cloud的Error 这样一个平台 它应该是说 把更多的不需要开发人员 去关注的事情 都给它屏蔽掉 开发人员只要去写业务代码就可以了 对于新一代的这种渣瓦开发人员 应该具备展望者的一些技能 然后让他们去找到一份好的工作了 知道我以前在学校工作的时候 杨老师的名字就很多学生了解 我想听听杨老师对这一块的一些看法 刚才两位老师关于技术方面说了很多 我这个就不要不就再去重复了 可以说是现在对于初学者入门软件行业来讲的话 咱们可以说越来越卷了 可能几年前 十几年前 二几年前 会个增长改查 基本就能找到工作了 那十年前的话 基本上会个框架也能找到工作了 但到现在的话 刷利扣的是属于常态 然后的话 Java你不把那个字节码玩得很溜 已经找不到工作 所以说现在可以说是 从技术这个层面越来越卷 但这个卷是卷无止境 可能再过三五年都已经卷的没边了 那其实对于初入这个行业来讲的话 其实技术可能还要学的 但其实作为一个新入行业来讲的话 其实完全可以见走偏锋 从另外一些软技能的方面去提升自己 因为在咱们工作这么年都知道 说在一个公司里边 能进入这家公司 主要取决于你的技术 但到底在这公司能够升到多高 主要取决于它的软实力 所以说其实对于在校生来讲 也可以在在校期间除了学习基础之外 多培养一下自己的软实力 这个软实力无论是表达能力 包括说对一个行业把控能力 包括人际交往能力 这样一些东西去提升的话 也许到面试的时候 我的技术和另外一个竞争者 我技术可能比他差一点 但是我这方面去抢的话 我最后面试官 我可能更希望招聘一个软技能 技术还不错 软技能水平更高的人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一直在谈技术赋能 扎瓦的赋能有很多的场景 包括说有很多的行业 都已经利用扎瓦的技术去赋能了 但是对于云原生这一块 大家觉得这些行业场景里面 他们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我感觉米老师说的特别对 就是理性的上云 其实我感觉上云这个步骤 应该是一个一把手工程 因为我也见到过很多的公司 为了上云 怎么说呢 因为咱们在座应该都是开发人员 我在这 我发现今天把在座的所有人都得罪了 微软也得罪了 我也不怕得罪更多人了 就是说很多的开发人员 包括说CTO甚至这个层次 他不是说企业真的需要上云 他只是说为了刷自己的简历 然后说他可能在某个大企业里边 是个P级的这样一个程序员 然后出来之后在某公司当CTO 某一些项目他其实不需要上云 但为了刷简历自己上了云了 最后导致可能失败了或者成本很高 所以我认为上云应该是一个一把手工程 需要老板或者说一个懂技术的股东 应该来推动了解这事 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这个项目 为什么要上云 不上云行不行 上云有哪些好处 有哪些成本 一定要把这个评估好了 否则很容易被技术人员 然后带跑偏了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杨老师 有人问你 .NET微服务上面有什么成熟的框架 如果说这个微服务的话 如果说第二代微服务的话 他没有说像这个Java里边 像Spring Cloud这样开箱机用的一个框架 需要咱们自己去搭建一下 比如说这个其实也不难 因为这个整个微服务的东西 他不是说像Java 这个.NET 他你需要去用一个现成运行时什么的 所以说你需要这个服务发现 你自己去找一个服务发现中心 然后注册上去 然后管他查服务就可以了 你需要API Gateway 你找API Gateway 然后你把你自己注册进去 流量就来了 所以说这个自己去搭建的难度也不大 所以说这就是说 但是没有说像Spring Cloud一样开箱既用的一个东西 网上可能会有一些别人开源好的东西 包括我也开源了一些 但是没有像Spring Cloud这样流行 直接事实上标准的一个东西 当然还有一个比如说像这个Styuto 那样一个开箱项目呢 它是相当于把这个DoneNet开发项目呢 融入到Spring Cloud的体系 就是说整个的一个项目 它是用Spring Cloud来搭建的 但是呢我也可以用DoneNet来开发 然后融入到Spring Cloud这样一个微服务体系里边 但是我不推荐这么做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现在有第三代微服务 所以在整个DoneNet底下的话 无论Java还是DoneNet还是各个编程语言 它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所以说完全咱们DoneNet开发者 完全可以进入新一代第三代的微服务 而且在第三代的微服务底下 它整个切换的是无痛的 不是说像第一代到第二代切换是有痛的 很痛的 那第二代到第三代完全无痛的 比如说像Spring Cloud 它完全可以继续寄居在 Depr底下 就说你们的Java开发这个东西 然后以Spring Cloud包一下 然后对外再输出给Depr 或者说你一部分用Spring Cloud的东西 一部分用Depr的东西 完全可以和Depr来无缝的来连接起来的 所以说对于DoneNet开发者来讲的话 如果你们公司想用 想进微服务开的话 强烈推荐直接步入新实际 进入3.0时代 直接用Depr就可以了 然后我在这也一个倡议 就是说微软现在在推Spring Cloud Era 这个从经济上来讲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国内更多的厂商 然后用Spring Cloud的公司 能够迁移的快速迁移到Era 但是我在这强烈 也是建议请求 这个微软能够腾出一部分经历 在Depr的推广上 因为毕竟自己的平台更好控制 然后的话我们这DoneNet开发者也会全力推进 而且Depr在Depr底下 DoneNet并不是一等公民 DoneNet和Java和其他的语言 一起都是整个Depr平台下的语言 所以说不会像Spring Cloud这么霸权 Spring Cloud就约等于Java 但Depr底下各个语言都是公平的 咱们一起在公平的环境下 你这个模块爱用啥 爱用啥 编程语言都可以 我是希望三位老师给招了不同行业 要向云云生发力的小伙伴说一句建议的话 第一句话是Depr很爽 赶紧试一试 第二句话的话 CShop很美 去尝尝